连续上涨的房价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典评中的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是2月22号 星期一 我是麦克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找上来说一下的是 在最近应该说是一两个月时间里 连续出现暴涨的澳洲房价 那我们知道呢 自从去年30分这个全球疫情大爆发以后呢 应该说澳洲的房价呢 在过去一年是遭遇到了比较大的下跌 其中呢 在去年的时候呢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 各个银行分别是发出了各自的预测 有的时候呢会跌10% 最多呢则说到房价有可能会下跌30% 但是呢时间不到12个月时间 到现在还没有到这个3月份的时候 现在呢澳洲的四大银行已经纷纷改口 最少呢也预测房价在未来两年将会至少上涨12% 像联邦银行呢则预计将会上涨16%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对于房价的预测 出现了这么大的改变 这个话呢要说回到2017 2018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 由于之前澳洲一国地产热潮 使得澳洲的政府和央行非常担心 由于地产跑步过大 将会导致潜在的现价危机 因此呢 那个时候呢 不论是澳洲的央行也好 还是政府也发出台了很多相关的限制购房政策 无论是要求银行审查这个购房者的贷款资质 大幅的上涨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房地产和金融市场 也就是我说的股市 则成为了这个时候呢 控制社会稳定 或者说给民众信心最后的一根道产 因此在那个时候啊 到底是选择房地产泡沫 还是选择振兴经济或者是挽救经济 对于澳洲政府和澳洲央行来说 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 那么不仅仅是澳大利亚 全世界在那个时候 去年的时候都是选择了是量化宽松 印钱放水等等大规模的刺激击 那这些刺激方式 毫无疑问将能够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 那么其中资产价格毫无疑问 就包括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 包括什么基金啊 股票啊 外汇啊 石油啊 通通都会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 当澳大利亚的疫情 基本上被控制住以后 就出现了房地产价格的紧空式增长 现在在主要城市西林和沫尔本 带有土地的别墅 当拍卖的时候的人群呢 参与人已经达到了50至100人之多 听说呢在西林那边的挂牌时间 甚至于少于5天就会拍卖掉 这说明一点呢 就是并不是房源太少 而是现在想买房的人实在是太多 为什么太多的话呢 就像刚才我说到的 并不是说房源是突然变少 而是因为一点 就是大家知道 现在的贷款成本非常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知道现在澳元的官方利率呢 是0.25% 现在去购买一套投资房 你的年化贷款成本约为 2.5%到2.8% 这么低的贷款成本 应该来说 这个是很有 有很大可能性 房价每年的上涨 会远远超过这个数 至少是在现在 到疫情控制住 开始加息的2023年 这两年时间 所以总结来说 地产连续上涨 势必会带来 很大程度上的地产泡沫 潜在的会威胁到银行的 这个贷款的风险 但是在目前 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住 实体经济也遭受很大打击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恢复民众信心 和恢复投资者信心 是至关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各国政府 明知道地产是泡沫 也明知道股市连续上涨 也是泡沫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还是不断的往里冲钱 还是不断的采取廉花 反送 这个原因 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救命 要有副作用 来得更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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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